獨立電影很需要的 其實不單是放映的過程 我所觀察的很多獨立電影更需要的 就是電影放映完畢後的討論 是電影的導演、拍攝者 或者電影的被拍攝者 和觀眾之間的互動交流 是我覺得最需要的一點 我們看獨立電影的時候 很多時候會帶給我們挑戰 以及帶給我們討論的話題和空間 例如影義志會做一些放映會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 我也參與過這些放映會 其實更重要的不是單單是看電影的過程 看電影的過程之後 其實是大家一群人有一個交流的機會 影義志成立已經很多年了 其實有十六年了 那時候剛剛有香港獨立短片 及錄像比賽開始 一群參賽者也好 或者一些當時在推動這個比賽的人也好 集合在一起 亦碰巧香港藝術發展局 將電影納入了其中一個資助的部份 所以就開始去搞 首先我們電影節裏面要做多了很多的東西 例如你看到我們那個長刊介紹 例如我們做一個專題導演 我們今年其實只是拿到他四部戲 但反而分析他的戲的文章有三片 我們都著重一些討論 例如今次 但因為時間的安排 我們只可以做到有中國或台灣的導演來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做到一些討論 但都希望將來的放映是可以有更多的討論 以我們這麼緊拙的資源 我們都每天 不是每天 是隔天出一個新聞文章 就是希望有更多的文章 有更加多東西是記錄一些導演的訪問 可以給觀眾看到 這些都是可以幫到我們傳遞 整個獨立電影背後的訊息 第二就是教育 我們都會帶我們的影片去學校 去放 也都不會不妥協地去放 譬如我試過在中學 以前一些老師都會說 這些戲會不會很悶 或者令到學生不理解 但我會覺得 這個就是主流 其實你一看下去 譬如我要放一條片給100個學生 那真的會有90個 可能都是喜歡看荷里活片 10個是欣賞一些獨立 一些不同的表達形式的電影 這個是很正常的 否則怎麼會主流會形成 這個就是主流 但是我們入到學校 我都遷就你那90個 而那10個沒有機會接觸到這些東西 那很慘 我寧願你有90個 欺負眼分 我都要放給那10個看 我發現你不妥協是有效的 我經常見到 在那堆 當然我去得多 我有辦法對付他們 但是你會見到 總之有90個都在運柔 不知道你在做甚麼 不知道你在說甚麼 但是每次有10個 就是可能透過那個機會 他知道了甚麼在讀入電影 阿力 告訴校長 進來學校讀書到底為了甚麼 學做人和學知識 我有入學校 教 我入一些中小學教 教一些可能電視台那些東西 我覺得有時從這些這麼小的教著手是不錯的 我永遠第一堂就是會跟那些中學生說 他們會說你們校園電視台是屬於資訊與科技的 但我希望你們要今天開始抹走這件事 你們校園電視台是屬於藝術的 是屬於視覺藝術的應該是 我覺得這件事是從我起 如果我自己起 我覺得如果令到未來 這個 不要只說獨立電影 說整個香港的文化藝術可以再提升 我希望就是在 我覺得應該是由中學小學這些開始 香港的大學 我知道是有教紀錄片 但可能就不是太多 有很多人都未必能進入大學去讀這科 我們看到是真的有很多人是有興趣讀的 另外一件事我不知道 我覺得我有一個教書人的 很奇怪的 雖然我覺得教書辛苦 但是我又喜歡教書 可能是這樣的原因 我們就一直開班 一般來說都是二十多歲 即是二十六歲而已 近來我們發現 有些退休人士也有興趣的 我們年紀最大的同學是七十三歲 他是一個洪拳師傅來的 他真的很有心機 他真的很勤力上課 進步得很快 我覺得挺好 原來很多退休人士都可能有興趣的 有些例如是中學老師 他想學了他可以教學生 或者在學校幫忙做一些事 有些是做傳媒的 他可能做新聞 他覺得紀錄片有點不同 他都想知道是怎樣 都很開心 因為有些同學是一邊學一邊拍 即是說他們不是上完一個班 就算了 玩完了 沒事了 有些會繼續拍下去 有些會繼續幫我們守 我覺得這個是希望有後浪的出現 因為如果我們年紀老慢 我們搞不定 一定要有人接受 о方農畢